卑斯卫生厅长迪德安 Adrienne Dix 今天跟进温哥环南区 新的Dowwood Lodge 长者护理院的计划发展 他同事又针对卑斯省 确认了第一宗 与电子烟有关的疾病个案 并且作出了回应 卑斯卫生厅长迪德安表示 电子烟已经快速成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 更加需要提早宣传正确的刑治 但也有更多短期的问题 应该是关于所有人的关系 现在的法律 年轻人和年轻人 都不允许在泡 这不是关于法律和法律 我们必须与年轻人 像我们在咖啡喝 迪德安又表示 有关卑斯省和电子烟相关疾病的所有报告 将会转至卑斯疾病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官员将会进行调查 也都期望联邦政府可以定立出更加严格的规管措施 另外 今日 迪德安也宣布了 温哥华南区的新Dogwood Lodge 长期护理院的重建计划 新的护理大楼6层楼高 可以容纳150张床位 将会以传统住屋的概念 为有复杂顾理需求的长者 带来家庭式的生活